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发生的事情是让我觉得不禁感叹 媒体不要搞到变成制造业或是屠宰业 这样子媒体汇报所有的国民 大家会吵起 大家会觉得太失望 所以今天早上你碰到什么事情 今天早上有一个电子媒体打电话 问说 诶 许医师 你有跟Makio见到面或通过电话 什么 我昨天在节目里讲得这么清楚 而且这都是事实 就这么单纯 怎么还会有人 他说有人传说你跟他通过电话 谁 我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隐晦的 全部给我讲出来 谁 我当下要跟他说谁 他怎么说 找出来 然后结果后来就讲说 是 他就讲了一个名称 然后就说那你去看一下那篇报道 好 那我去看一下那篇报道 就是这篇 好 这是ET Today的一个报道 他上面的标题写说 谢振武说 有叫Makio出面道歉 不知他说谎 那内文是这样写 就是说 小红也就是这个经纪公司的人 告诉我 Makio和友记搭计程车时 因为安全带和司机起冲突 友记打伤人 但是Makio没动手 当时他认为事情很单纯 要打人去道歉 并且是寻求和解 Makio虽然没有打人 但是身为公众人物 应该要承受一定的道义责任 OK 好 那我看完这一整篇以后 我还是看不出来 到底哪里说我跟Makio 有见面或是通电话 就直接问他说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然后他看看 我说你是看了标 还是看完内文 把东西讲清楚 这是这准件事情 已经太离谱了 现在三不五时 就出现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像话吗 好 然后讲完以后他就 好 那我们只是问一下 等于去求证一下 好 那就没有播 接下来更离谱的事出来了 TVBS TVBS快中午左右 打个电话给我 然后他们那个记者 就直接打来 然后就问说 能不能做一下电访或什么 因为我在忙 然后我就说好 那要不要留个电话这些 然后在要挂电话的时候 他就讲说 那刑事可不可以问一下 有关于今天爆出来 所谓QA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我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在面对面 讲得非常清楚的 我知道的就是那些 所以在那以外的 我当然都不知道 所以QA我完全不知情 但是其实一般民众 也是看到了 这样一条新闻播出来 这播出来是TVBS 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 这个内容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 这一份记者会 应该是说 从经纪公司内部 留出来的一份 这个记者会的Q&A 一是在事前 已经拟好说辞 甚至传出这份文件 是和经纪公司的法律顾问 谢正吾讨论过 但谢正吾说 他完全不知情 OK 好 然后到了下午 有人拿这篇给我 然后我看了以后 你可以想象我的证经 因为这个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从哪里出来 对 而且他讲说的是 传出 甚至传出这个 我当下就播了个电话 回去给那记者 因为他们的新闻 播了这个 我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谁传的 告诉我 不要在那边 遮遮掩掩 讲清楚 谁传的 然后 他怎么说 然后那个记者就说 好像是一份报纸 然后想想说 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 你等一下 我就去找中国时报 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时报的内容 是这样写着 它上面写着就是说 这是苹果 及时新闻 所作 昨天的报导 东森新闻 拿到当天记者会的Q&A 证实当天 Makeo和有记说辞 全照经济公司 事先所拟好的剧本 两人只是 做这个案表操课 好 那你要针对这个新闻 你要去讨论 你要去追 fine 这本来就是媒体 你该做的事 你去做 请问一下 从头到尾 哪里说到 法律顾问 谢政务 我昨天讲得 非常清楚 我知道的 就是那个样子 请问一下 怎么来的 然后在你的新闻里面 就出现 甚至传出 谁传的 TVBS 所以这是完全 没有造实 就是他没有去求证过 先前 太明显了 我就直接打电话 去给那个记者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非常严重 而且严重到 下午的雅虎期末首页 就是这一则 就完全有连结 可以看得到 对 你说对我的名誉 影响有多大 我昨天一再跟你们说 我非常在乎我的情欲 我知道的 就是那个样子 我当下就跟那个记者说 OK 该怎么办 你们自己看得办 马上把东西拿下来 然后那记者 当场就道歉 他说 他听完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 去看出 像这样的东西 叫甚至传出 然后接下来 跟我道歉 然后说 他们马上就把那个标 还有那个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修改过 这些 捅了我一刀 敷一下 OK吗 这整个东西 对我名誉伤害 这么大 TPS 你晓得吗 我说了 这整件事情 该归司法的 就让它归司法 检察官要不要传讯经济公司的人 要调查清楚这些东西 就让所有该归司法的走吧 这整个礼拜 也有太多的事发生了 是不是 大家不需要在这个样子 尤其不要 再用一些 莫须有没有的东西 出来这样写了 不止一家 所有的媒体 我想都这样 不只针对一件事 对所有的事 都应该这样 这不是我们就一个 新闻从业人员 应该做的事吗 好 不好意思 浪费大家一点时间 这两天要变天 对 这天气要变得比较冷一点点 但是我们这个